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怎么回事 你真想当我岳父的夫人 让我叫你妈呀 胡说什么呢 什么胡说 全酒店的人都知道了还胡说 你是不是骗我岳父钱了 我没骗 你收没收 哪没拿钱 那是谣言 不是真的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不离开阳光酒店了 你说你以前挺好的一个人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你缺钱你跟我说话行不行啊 对不住了 您说 这都是你逼的 大警察 大警察 着急忙慌的 我看看刚才邓小姐来公司 直接气冲冲地去青春部了 知道了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省里面看见 不懂啊 明白了 现在怎么办呀 总经理知道吗 你有去找过他吗 没有 怎么办呀 我跟其他员工解释过了 说这不是真的 可是他们都不相信 别说 蓝芯 你不相信 陈大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 你闭嘴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 您就是老总的女儿 也不能乱打人吧 滚出去 都给我滚出去 出去 林叔我问你 公司上上下下的传闻 是不是真的 不是 是姚文 好 那你告訴我 你到底有沒有收過我爸爸的錢 張總來了 張總來了 走走走 你說啊 你怎麼不說話了 鄧總是給過我錢 我是收過 但是 林叔看不出來啊 這麼不要臉的事情你都做得出來 你怎麼還有臉待在這裡 看你長得文文靜靜的 之前我還聽說 你是靠了自己的努力才走到今天 我還很同情你 尊敬你 現在看來 你有今天的位置 你得來得很不容易吧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 不是我想的這樣 那你告訴我是什麼樣子 連你自己都承認你拿了我爸的錢 你還告訴我是什麼樣子 你可以打我 也可以罵我 但是我告訴你 沒做過的事情就是沒有做過 不用再說了 多看你一秒鐘我都覺得噁心 你現在馬上給我辭職 怎麼了 什麼辭職啊 還跟你說什麼啊 向成哥你不用知道 聽明白了吧 你 Caleb一太 Bond了 案子 林經理 發生什麼事了 我沒有說 對不起 我這個就是 天哪 竟然勾到我们总经理 还骗钱 即使生活再困难也不能这样 就是 林经理 大家看呢 就她那样 我们董事长还会喜欢她 可不是 你们说什么呢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林经理怎么了 我们说什么了 你自己去问她呀 我们董事长是什么人啊 竟然敢勾到她 你们在说什么呢 邓总 我们公司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 我希望你们各部门的主管 下去仔细地去查明所有的真相之后 向我汇报 另外 一定要彻底地实行 我们员工的福利政策 因为我们酒店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全是靠我们酒店里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 共同努力达到的一个成果 也就是说这些员工 他们才是我们这个酒店里真正的主人 刘副总说过 我们的员工 一定不能让他们在生活上面有任何的困难 如果在经济上有困难的话 那么我们酒店 正在计划提供有限度的贷款 我希望你们这各部门的主管 都能够把这个消息清楚地传达给我们所有的员工 我这么做就是希望 原本我对员工的好意 不要让他们感受不到 否则我将会非常地遗憾 所以我希望各部门主管 都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好 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没有 没有 刘总 董事长叫你来的 是 大家不知道是新的职员福利计划的时分 对你好像有人误会 受了不少委屈吧 没事的 因为你这件事情 让员工的福利呢增加了很多 大家会感谢你的 谢谢您 刘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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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总 林经理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因为我的初心 无疑让你受到了伤害 还有不少的委屈 我希望你能够谅解 谢谢您 还有就是 你身为我们宣传部的经理 我更希望你能够因为 这一次的事件的经验 将来在你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 能够做得更好 好的 爸 蓝星 你来得正好 爸 赶紧地跟林经理道歉 以后呢 你做任何事情 不要只听到了传闻以后 就胡乱判断 可是爸 不是的 邓小姐是因为 林经理 蓝星她虽然是我的女儿 但是犯了错 还是得必须承认的 赶紧地道歉 林经理 对不起 我误会了 没关系 我理解 林经理 你给我过来一下 造谣的事情 是你找人做的吧 不是啊 邓总当时给我钱的时候 只有你一个人在场 只有我一个人在场 就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件事了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 出现这种事情 只能说明你在酒店里树敌太多了 赶紧拿着 赶紧辞职吧 我不会辞职的 你越是这个样子 我越要留下来 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下场 看看我到底什么下场 是啊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你最好别刺激我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我也不愿意回忆起从前的痛苦 我只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本来以为阳光酒店是我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地方 我有了新的希望 可是 你不是就需要钱吗 我现在给你钱了 你还要怎么样呢 你的钱我不会要的 你要什么 非你天天在我旁边黏着我 我干嘛要黏着你 你可以把我当成陌生人啊 我怎么能把你当陌生人呢 我们俩本来就没有关系 我也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 你别威胁我 我不是从前的林叔了 为了家人 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 我威胁你 我怎么觉得你在威胁我呢 我威胁你什么了 我知道 你害怕我的出现 害怕邓兰心知道我的存在 你害怕失去眼前的一切 但是我不怕 我没有什么损失 难道是你 会失去很多 所以你就这么威胁我 你不用担心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 只要你不打扰我的生活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没错 林经理 你吃饭了吗 看我这脑子 林经理一天都被奇怪的传媒所困扰 肯定没有吃饭的 要不这样吧 咱们开工之前先一起吃个饭 汉堡可以吗 你吃得那么秀气 我跟你说汉堡这东西 一定要大口吃才鲜 你看我什么 噎死我了 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本来想给你表演一下 怎么吃的香结果自毁形象 不好意思啊 这公司啊 就像一个小社会 像今天的这种事情啊 会经常发生的 还有 这事物啊 一定是有两面性的 你觉得这是坏事 其实好事马上就要发生了 俗话说得好 吃一现场吃吃 经过这件事之后呢 林经理会变得越来越厉害 什么事情都不怕 还有所有同事啊 都会对营经理感到抱歉 所以大家都支持你 这样不更好了吗 危机就是机会 我说对不对 赶紧吃 吃完就开工去 好 把这款婚纱换成这个白纱 那后 前面 亲爱的大设计师 大艺术家 今天晚上有没有空啊 怎么了 你想请我吃饭啊 你就知道吃饭 晚上有一个试装秀 一起去看吧 看不出来啊 向大摄影师现在是想要追模特吗 追你个头啊 工作啊 反正你去不去吧 别人约我呢 那我就不一定有空了 不过 你约我 我倒是可以勉为其难 挤出一点点时间陪你 我面子可真大 宣传部的人也一起去 等晚上见啊 好啊 人多一些也热闹 拜拜 姐 这次真的是因祸得福 邓总以后肯定会更信任你的 这叫什么福啊 这事以后别提了啊 还是聊聊时装秀的事吧 不过说真的 我还没有看过真正的时装秀呢 这次能看都会像陈老师了 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看时装秀 不过回国以后 今天还是第一次看的 你们觉得我穿这身行吗 会不会到时装秀里面丢人啊 人家都看模特 谁看你啊 是我老公 你们好 干嘛去啊 我们约好了一块去看时装秀 你要不要一块 我们 好像没有买你的票 不是 今天我妈生日 咱们说好了吗 陪她看场电影 电影天天都能看吗 时装秀错过了就没了 我本来想打电话跟你说一下的 正好在这儿遇到你了 票都买好了 非得今天看嘛 改天呗 我妈都在一会儿等着了 拜托了 行吗 张经理 你就把蓝芯姐借给我们一晚上好不好呀 再说了这次宣传 她也是我们成员之一呀 你就非得要今天看吗 蓝芯 你还是去看电影吧 真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们安排的电影 妈都等着呢 我非得去看时装秀补课 你们还上不上车啊 难道我要跟这个男人过下半辈子吗 我现在的婚姻状况是离异 孩子们都在国外 平时能能轻轻就一个人 所以想找一个合适的伴儿 李琴 李琴 不好意思啊 秦先生 没关系 漂亮的你是 当然有权利 心不在焉 以后啊 那你多注意点细节 主要是跟主题有关的 比如说什么主台气氛的 还有莫特的桃妆啊 向诚哥 蓝芯 怎么了 这个时装修我不想去了 你们去吧 我回去了 蓝芯怎么了 蓝芯说她有点事 就不去了 可能跟张阳还有约会吧 带相机了吗 相机 没带 今天又不是拍摄影作品 带相机干什么呀 手机拍就可以了 好吧 蓝芯 蓝芯 张阳呢 她在房间里呢 蓝芯 你吃枪药了 奶奶叫你呢 妈啊 他们年轻人的事啊 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自己解决 才知几年也呢 他们要吵架怎么办 要真吵架也由他们去 这年轻人床头吵架床尾客 你要去圈了 没准啊 这事还闹大了 那你这意思 是我还挑事呢 不是这个意思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看时装秀吗 你今天干什么呢 被你搞得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对不起 别生气了 对不起 别生气了 都是老公不好 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我接触 工作上的朋友啊 特别希望我在家陪你相夫教子 你想听实话还是听假话 说真话 其实我知道你和向晨 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你跟他在一块儿 我心里就不舒服 你是在吃向晨哥的醋吗 应该是吧 而且呢我还妒忌他 我妒忌他和你从小一块长大 陪着你度过你的童年时代 包括你的学生时代 但是我呢 却没有机会和你经历这些 安心 你知道吗 在我的心里面 都是你的名字 都是你的身影 我想你属于我一个人 你是真的这么想的 你要能钻到我心里就好了 你自己进去看 你偏忌你 你生活的 你会不会跟我来 我哪里 你真是哪里 你真是哪里 你哪里 谁都哪里 我哪里 我们一直到老 好啊 好啊 今天那些衣服真的好漂亮啊 对啊 特别好看 我觉得 尤其那个金属锚钉这个细节 它们都得非常好 是吧 关键摩托也很棒 就是 林姐 向珍老师 我先走了 我家就在旁边 我走着就回去了 好 你们慢点啊 走了 慢点啊 拜拜 注意安全 喂 亲爱的 你在哪儿呢 我看到你了 这是我男朋友 那我们就先走了 然后向珍老师就麻烦你 把林姐安安全全地送到家 放心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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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郎才女貌啊 向珍老师 谢谢你啊 别总那么客气 你们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吧 怎么能这么说呢 您所做的一切 早就已经超出工作范围了 那是因为 我尊重你的工作态度 能帮你分担的 我一定会帮你分担 那就再次感谢了 不可惜 慢点儿 没事吧 没事 怎么了 鞋根 坏了 没晚上酒吧 没有 没事 慢点儿 我来 我扶着你 没事 真是倒霉 没事 莺小姐 你没事 没事 能 能走吗 能走 能走 好 好 慢点儿 慢点儿 主要是现在 修鞋卖鞋的地方都关门了 你这样总不会伤着脚吧 可以的 我没问题 那也没办法 不过我快到家了 回去再说吧 好 行 那 早点休息 好 记得穿新鞋啊 明天 好 明天见 拜拜 我 你 找我 好 张远啊 是不是跟蓝星闹了点别扭啊 也不算别扭啊 已经和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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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星这从小的坏脾气啊 都是我给惯的 以后呢 你就多让让他 我知道 爸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 你跟那个林叔是不是以前就认识了 不认识啊 我知道咱们公司以后才是第一次见他 怎么了 好 我老觉得你好像对他有什么意见呢 好 那就好 如果之前没有什么矛盾的话 我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好好的合作 说真的 林叔这个人呢 我还蛮信任他的 我明白您的意思 您放心吧 嗯 好 明天 回来 妈呢 还没回来呢 说是跟朋友吃饭去了 晚饭都没管我自己对付的 跟哪一个朋友吃饭啊 不知道 行了 你快去睡吧 明天还得上课呢 我看着佳佳 行 我睡一会儿啊 好 好 嗯 好 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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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他没睡哪里说 妈 这么晚了你去哪了 怎么才回来 我今天有点事 有个朋友请我吃个饭 朋友 什么朋友 你以前的那些朋友 还有联系吗 你是不是又去当婚托了 没有没有 我这次真没当婚托 妈 你怎么回事 怎么我跟你说的话 你就是不听的 当婚托不是什么好事 要出事了怎么办 你要是被人抓了怎么办 难不成将来我跟佳佳说 他外婆是个骗子 林叔 我真的没去当婚托 行了 反正腿长在你身上 我总不能二十四小时 看着你吧 妈 算我求求你了 行不行 咱家事已经够多的了 都已经这样了 你 你要是再出事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真的接受不了 应该能挺一阵子 能挺多久 别问了 快去睡吧 快去睡觉吧 去吧 咳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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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啊 别总那么客气 你们的工作 就数得工作吧 怎么能这么说呢 您所做的一切 早就已经超出工作范围了 那是因为我尊重你的工作态度 能帮你分担的 我一定会帮你分担 那就再次感谢了 不可惜 咳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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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经理 向陈老师 早 早 昨晚的照片 已经洗出来了 马上可以开会讨论了 好 好 好 那我们开会吧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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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也是以梦幻假期为主题的 大家看看照片 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杨茜 散会之后列一下日程表 努欣 抓紧时间把场景定下来 好的 拍摄人员 就向陈老师多费心了 好了 散会 大家一起加油 加油 向陈老师 我还有事要跟你说 好 包括背景这一块呢 预算可能还要往上走 具体的只能靠我们自己把握了 没问题 你买的 不是 我们一直一起开会呢 只有你知道我的鞋坏了 不是你会是谁呢 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生气了 好 我承认这是我买的 这个就当做 你的生日礼物 提前送给你 生日礼物 不喜欢吗 可是 还没到我的生日呢 没关系 我很久没收过生日礼物了 既然是生日礼物 那我就收下 谢谢你 我答应你 以后每年 你都能收到生日礼物 都能收到生日礼物 就会有实际欧阳 所以想要想想到 你还能收到生日礼物 这就会是 就会是 那你喝了 什么呢 我不想喝了 又喝了 我喝了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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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喝了 你喝了 穿成这样 去楼底下转一圈 你没去哪儿 你紧张什么呀 我紧张 我没紧张 好了 明天你跟林诚 带着佳佳去做透析 我晚点过去 你不用太担心 你快睡觉去 你明天上班呢 我晚还没刷完呢 没刷完 我来 我来是 你睡觉去 谁 这很奇怪 我上来 是啊 我紧张什么呀 吓死我了 这次广告的主题是梦幻 阳光酒店 是梦幻旅行下榻之地 也是梦幻婚礼的举行之地 我们想将这两者内容 结合起来 大幅度的推广 我们酒店的优势 为此呢 蓝星女士还特地设计了一款 梦幻主题的婚纱 我们已经邀请到了当红的明星 刘梦女士 作为我们这次广告的模特 这样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我们酒店的知名度 在这之后也可以大幅度地提高我们酒店的业务 好 非常的好 我现在就在这里宣布 我决定这一次的广告 我们不仅是要面对国内 同时还要推向国际 那么这一次宣传部 他们做出了这样杰出的贡献 我在这里一定要表扬他们的负责人 也就是林书林经理 林经理是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决定代表董事会 给林经理一定的奖励 以激励我们全体员工的实质 莫名的主意 是 林经理 你们想要注意 就很漂亮 我记得见 那是对付你这次工作呢 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好了 不跟你开玩笑了 我们这次请的刘梦 好不容易才刻下来的 酒店也很重视这次的拍摄 所以要请你好好拍啊 放心吧 抱怨我身上 你的工作就是我的工作 但是呢 你看这次 我挤出时间帮你拍摄 你是不是在表示点什么呢 那当然啊 一会儿拍摄完请你吃大餐 你说的 吃大餐 我说的 吃饭 好啊 我知道一家新开的餐厅 特别的不错啊 我说你这丫头 我跟林叔在谈工作呢 你插什么嘴啊 什么谈工作啊 我明明听到有人说要吃大餐 怎么了 你到底去不去啊 好好好 行了 一会儿拍摄完 大家一起吃饭 多请客 好啊 好啊 太好了 好 多工作吧